嗨 大家好 我是拿岩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本期节目我们为你分析 刚刚发布的2020款全新的iPad第八代 以及iPad Air 还将为你分析 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全部iPad 为你分析哪一款更值得购买 我们下面马上开始 第一个问题 全新的iPad上市之后 前代产品还值得购买吗 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尽量慎重购买了 首先在各大电商渠道都只剩下违货 官方渠道已经不再售卖了 还有就是全新升级之后 今年所有的iPad都已经支持仿生芯片 性能方面相较于前代iPad 是有一个明显的level级别的提升 简单来讲 购买全新的iPad第八代和新的iPad Air 它们能够陪伴你的时间更长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 假如说电商在甩前代iPad Air3违货的时候 给的优惠力度特别大 我们指的是大于等于500元以上 并且你对于大容量的存储 有比较多的需求的时候 才可以考虑前代产品 下面这个问题是目前在售的五款iPad 分别适合哪些用户群体呢 它们分别是iPad mini iPad正代iPad Air iPad Pro的11寸和Pro的12.9寸 从分析来看的话 iPad mini我们推荐它为游戏人群 包括移动游戏人群 为什么 在我们上期视频 对比iPad mini和手游的视频当中 你可以看到在吃鸡类的游戏当中 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 另外就是iOS平台众多独立有趣的游戏大作 也都适合你用它来游玩 不过如果你希望它来完成一些生产类的内容 比如说文档编辑了 或者一些其他的编辑工作的话 这块屏幕有点太小了 2000多元的价格 如果你再配合一台2000多元的手机 那么不到5000块钱 你就拥有目前最顶级的游戏体验 接下来就是正代iPad升级版本第8代 很想让应该推荐给学生用户群体 3000元左右的价格 对于在校同学来说 不管是基比记 还是完成一些娱乐也好 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都可以很好的去适应 对于你的经济负担也不会那么大 全新一代iPad Air相对于之前的iPad Air 3 显然升级是巨大的 几乎都不认识了 根本它就是一个iPad Pro的外观 如果你的预算还没有七八千元的话 那么这款产品是目前的性价比不错的一个选择 当然不是多么高 一会我们会详细的去分析 总体来说iPad Air应该是目前 所有iPad产品线当中居中卫的 外观颜值显然好于普通版本的iPad 同时价格方面也还没有那么夸张 对于iPad阵营来说 它是你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最完整的 iPad阵营的生态体验的一款产品 接下来就是明星产品iPad Pro 11寸 这款产品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的 从它推出一时到后来的升级 每一款都是非常受人们关注的 在我们长时间的使用过程当中 无论是从尺寸便携性能 比较轻的一个重量 以及它超强的性能方面 都是一款让人爱不释手的产品 再搭配iPad Pencil和它全新一代的键盘 应该是我们最为推荐的产品 最后就是顶配的12.9寸的iPad Pro 对于这款产品 我们并不推荐它适合所有的人 首先因为它体积较大 接近13寸的尺寸 已经和很多超级本相差不大 再加上全新较重的妙控键盘 和Apple Pencil 它的重量甚至已经超过了 一部分的超级本 假如你经常要出差的话 一边带着笔记本 再带一个相似重量的iPad 这个有点太过负重了 对于这款产品 我们只推荐于日常只使用 一款iPad产品 并不使用笔记本的用户 那么无论你是出差还是在家 它都能够提供给你最顶级的体验 前提是你不使用笔记本 这就是这五款产品的定位了 不知道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然后12345你会倾向于选择哪一款产品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问到的 今年最低配的iPad 8入门款是32G 价格也不贵 2000多元 很多同学非常关心 这个32G够不够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款64G的iPad 我们点开它的存储空间部分 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装一些主流的应用程序 装一两个大游戏之后呢 你的存储绝大部分空间就被占满了 注意这是64G的 那么这款产品显然应该是海底了玩 显然应该是各大行业用户定制的产品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内容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购买的话 考虑清楚 比如说你只做一些文字笔记 比如说你只看一些在线视频 而不会把这些程序下载到本地的话 那么它才勉强购用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明星产品 iPad Air第四代 对于这个产品 大家看现场我们拍摄的颜色方面 新增加的绿色和蓝色显然非常的讨好眼球 但是我跟你明确说 从我们现场来看的 这两个颜色其实是非常的淡 你要想象就是那种浅绿色浅蓝色当中 还加入了一点点中性灰的感觉 至于要选择哪个颜色呢 相信很多人给你的建议都是 你应该选择这个全新的配色 恐怕你自己也希望能够选择蓝色或者是绿色 但是我们的答案略有不同 我个人建议选择的是 银色和灰色 为什么 iPad Air和iPad Pro的外观 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 摆在一起你都很难分得出来 它们只相差了0.1寸的屏幕尺寸 其他的部分几乎是一模一样 最明显的差别就仅限于颜色这个部分 所以我推荐你选择银色或者是灰色 因为别人看到你用这个产品的话 就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iPad Pro啊 如果你选择蓝色和绿色 那显然你买的就是Air 在苹果的产品定位当中 Air是轻薄时尚 而Pro是Professional 专业团队就应该选择Pro版本 关于iPad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新的iPad Air 是不是比iPad Pro更值得购买呢 那这里你需要详细分析 首先我们看两款产品的售价 几乎一样的外观的情况下 它们的起售价接近相差1500元 这可并不少啊 1500元等于什么呢 差不多是一只iPad Pencil 再加一款键盘了 对吗 那这么看起来似乎iPad Air 更加值得选择 但是咱们要仔细看它们的真实配置 iPad Air看似最具性价比的4799元的价格 其实是64G版本 咱们刚才分析了 这个版本相当的不够用 而我们看到同配置的256G的版本 两台机器的差价是1000元左右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这1000元 Pro究竟比Air多了哪些东西呢 首先就是屏幕方面 11寸比它大了0.1寸 这个优势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Pro版本全系列搭载的是 120Hz ProMotion 高刷新率屏幕 这个体验你用过一次就不想再回去了 还有就是Pro全系列搭载的是四扬声器 在家里看片的时候非常的震撼 而Air版本搭载的是双扬声器 体验方面稍畅一点点 最后就是Face ID 如果你没有最新的iPhone的话 那么iPad上的Face ID可以给你很好的 视觉上的体验 很多有意思的程序是基于Face ID的 当然如果你成天戴口罩的话 那可能Air的指纹识别更加适合你 好了那么经过我们的盘点 你会发现这1000元左右的差价 Pro版本相对于Air版本 还是多了不少东西的 至于这些东西你是不是需要呢 就决定了这个所谓的性价比 到底存不存在于Air上面 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购买iPad绝不仅仅是这一个单机产品 Apple Pencil和键盘加在一起 才能够完整的构成iPad的生产力体验 这么算起来 每一台机器的起售价 至少要增加1500元到2000元左右才可以 所以你要把心理的预算呢 再稍稍调整一下 调高一点 还是要对学生群体再多说一句话 iPad应该是你的第二台设备 你的第一台设备应该是一款电脑 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娜眼 在下一期视频当中呢 我们会为你继续分析全新的Apple Wat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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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